大家好 这期说一部巨石枪森主演的希腊神话电影 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 众生之王宙斯是一个非常不正经的正经神 经常下届播种 生下了很多半人半神的孩子 有一次和一个叫阿尔克莫尼的女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因为怕被宙斯的妻子赫拉迫害 特地取名赫拉克勒斯 意为赫拉的荣耀 想以此博得赫拉的欢心 赫拉听到后脸都绿了 这是南门的荣耀 打算放蛇搞死他 看连放猪的蛇都是绿的 但赫拉克勒斯从小就力量惊人 很轻松的把蛇给掐死了 赫拉克勒斯这个名字有点长 为了方便 后面就叫他强哥吧 强哥长大之后 众生吩咐他必须完成12个极度危险的任务 才会同意他的存在 任务包括杀死九头蛇海德拉 击败巨型野猪 以及挑战尼米亚巨师等等 强哥都一一完成 因此名声大振 当然这些都是坊间传说 是由一个年轻的诗人编出来的故事 这个诗人是一个六人组成的雇佣军众的语言 带头大哥就是强哥 另外还有可以预知未来的先知黑胡子 亚马逊流亡女战士 斯巴达飞刀男 以及战力爆表的亚娃 他们编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炒作 利用坊间的八卦传说 把他们的身价抬高 因为强哥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而且他天生神力 加上宙斯的德性人所共知 所以可以很好的自称是中山晋王之后 呃不是啊 神王宙斯之子 这次的任务是干掉一帮海盗 强哥出面作战 其他队友背后配合 很快完成任务 获得了一波金币 修正的时候 瑟丽丝公主前来求助 详请这位宙斯之子 协助瑟丽丝国王打败叛乱 事成之后 会支付和他体重相仿的金子 飞刀难停的后 随机把一大盘肉递给强哥 让他吃完了再就称重 强哥看这是一件正义的事 决定接下这一单 公主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听说强哥前来 迫不及待的出来迎接 因为他一直听说强哥的故事 可以说是他的死忠犯 瑟丽丝国王看到强哥 觉得他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高大 怀疑就凭他们几个 能不能胜任工作 女战士听到后 二号不说 在国王面前露了一手 国王这才安心 接下来 向他们介绍敌人的情况 叛乱者叫瑞索斯 会使用巫术迷惑人的意志 他带领一群半人马军团 可谓是烧杀掳掠 无恶不足 国王为了灵民百姓 一直收留无家可归的人 来成名庇护 一旁的公主也说 这个城市需要英雄 而他就是人们期盼已久的那个人 强哥听到后十分感动 然而感情归感情 生意归生意 他并不想做什么英雄 只想拿到属于自己的赏金 double kill 听到国王这么器重 立马索要了双倍的加戈 加倍 triple kill 因为军队里面都是新招募的人 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强哥从实际出发 决定先帮他训练军队 但是探子来报 瑞索斯打算攻打附近的弯刀部落 一旦被他拿下 瑟利四城就无险可守 国王决定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 尽快出兵作战 强哥虽然并不同意 但看老国王如此有正义感 还是决定硬了头皮上 一行人刚到这里 发现地上满是尸体 看来瑞索斯已经提前行动 正在此时 地上的尸体突然复活 紧接着远处一大群人现身 包围了他们 强哥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一个陷阱 这些死尸都是活人加班的 但是国王的军队是来帮他们的 他们为什么会反抗呢 塞利斯将军说 这一定是瑞索斯施的巫术 影响了他们的意志 所以才会反过来赶自己人 这时候 部落首领走出来 打算和强哥单挑 不曾想被强哥一拳赶倒 塞利斯的士兵看到后 以为强哥果然是传说中的宙斯之子 立刻士气大阵 而事实上 强哥是用提前在手中藏的箭头 刺中了首领的头部 接下来 双方展开一场激战 由于塞利斯这边的士兵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面对越来越多的弯刀部落 盾牌围成的防护墙被冲的七零八路 眼看国王就要玩完 危机时刻 强哥等人驾驶战车赶来 战车上装有锋利的长刀 所到之处 敌人便横尸当场 就这样来回收割几次后 重整盾牌阵 击退了弯刀部落 战役结束 国王看自己的士兵已经死亡过半 还依然没有看到瑞索斯的人眼 后悔当初没有听强哥的劝告 决定让他继续训练自己的士兵 择日再战 瑞里斯将军看着眼前的惨状 认为这肯定是那个探子的国 是他没有准确汇报敌人的情况 才导致这场突如其来的伏击 准备军阀处置 正在此时 飞刀南过来拦住了他 因为从之前的言行举止判断 这个探子思路清晰 逻辑缜密 非等闲之辈 如果交给自己训练一番 日后必成大器 强哥在战斗中受了轻伤 公主得知后急忙过来医治 怕来晚了 伤口就愈合了 闲聊中得知公主的丈夫已经死亡 他一个人带着儿子 但当问起强哥的家人时 强哥仿佛并不愿提起 气氛瞬间尴尬 公主不得不独自离开营帐 强哥之所以不愿提起 是因为他一直活在 杀七世子的阴影之中 三年前 他和五个同伴 奉雅典国王的命令 去铲除怪物九头蛇 到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人家般的 很快完成任务 一行人回到雅典 受到了万众惊讶 民众们都把他当神看待 但是突然有一天 自己莫名其妙的喝醉 醒来后发现自己满手鲜血 妻儿全部死亡 种种迹象表明 是自己失手杀死的家人 雅典国王认为他誓杀成信 为人所不耻 下令把他放逐 强哥每每回想起当天晚上的事情 脑子里就会跳出来一只地狱三突拳 这几乎成为了他每天的噩梦 先知黑胡子认为他脑中的三突拳 就是神给他的启示 他必须完成着最后一个试炼 内心才能真正的得到平和 经过业绩日的训练 强哥等人终于训练出了一个 可以打硬仗的队伍 这时候 探子得到最新消息 瑞索斯带着成百上千的半人马骑兵 已经靠近了这里 刚好可以集结兵力伏击他们 国王听到后决定起程作战 黑胡子很早就预知到了自己的命运 灰死在带火的箭头之下 出发前他仿佛看到了地狱景象 看来这次战役就是他的终点 但还是毅然决然的加入队伍 因为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 强哥带领部队来到战场 发现那些所谓的半人马骑兵 其实只是用来吓唬对手的 他们都是人家伴的 既然都是人 那就完全没理由害怕 但是让国王意外的是 那个探子竟然是瑞索斯的人 是他故意提供假情报 而事实上 瑞索斯带领了三倍于他的人马 想彻底干掉国王 强哥自然不是吃醋的 为了应对他们 提前做了战术安排 队伍分为三层 首先 战车弓箭手在前排射杀 紧接着是步兵灵弧作战 最后是盾牌组成防线 用于抵挡重机兵冲击的同时 内部的弓箭手负责发射箭阵 几番冲锋之后 瑞索斯发现很难攻破 下令发射火箭 黑胡子看到后 得知自己死期一到 放下武器 准备迎接死亡的降临 可万万没想到 竟然没射中 看来死期不是今天 盾牌阵坚不可摧 抵挡住了箭阵 并不断往前推进 瑞索斯这边的士兵看到后 纷纷败逃 瑞索斯甚至秦贼先亲王 决定独自重逢 斩杀强哥 强哥瞅准时机 连人带马把他掀翻在地 战斗结束 塞里斯国王大胜而归 俘虏了瑞索斯等人 将军 挡着众人的面 不停羞辱瑞索斯 强哥实在看不下去 上前阻止 这时好 瑞索斯的一句话 让强哥陷入了迷惑之中 瑞索斯说 那些村庄根本不是自己烧的 强哥占错了队伍 庆功宴上 公主看到被绑着瑞索斯 打算给他断些酒水 但是被国王阻止 强哥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 于是单独找到公主 问了个明白 原来公主的丈夫 才是真正的国王 当初是他父亲 毒杀了他的丈夫 才得到了王位 还用他儿子威胁公主 必须听自己的号令 否则就会杀了这个孩子 公主判算着 父亲不会永远活着 等他挂了那一天 自己的儿子 就会成为一个好国王 所以一直委屈求全 包括出面请强哥他们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得知之前的强哥 一时间血压甚高 虽然自己是雇佣兵 但帮这样的国王做事 明显很不正义 于是当面质问国王 国王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说你这个杀死孩童的人 还真没有资格来质问我 然后吩咐手下 付钱让他们走人 拿到钱后 强哥越想越气 始终过不了 心中的那刀坎 决定独自留下来了结这件事 其他同伴听到后 也决定一起留下来 唯独飞刀难觉得 他们肯定是脑子有坑 一个人拿钱离开 夜里 强哥带人潜入宫内 打算干掉国王 不仅想郑重国王的拳套 把他们统统关了起来 强哥恍惚中 再一次看到那只三头犬 正在此时 雅典国王牵着三只狼现身 强哥恍然大悟 切而死的那天晚上 好像就是这些狼 而不是地狱三头犬 雅典国王听到后也毫不含糊 看强哥被练得拴得紧紧的 放心的向他说明了一切 原来当初正是他派人迷晕的强哥 再派出恶狼咬死他的家人 然后诬陷是强哥自己所为 趁机把他赶出雅典 强哥听到后 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他为雅典做了这么多 而且从来不索求什么 雅典国王说 正是因为你无所求 所以才是我的最大威胁 一句话总结就是 功高震主 但如果杀了你 其他人肯定不服 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败坏你的名声 把你驱逐 然后找机会干掉 这一次 刚好趁着和赛利斯国王结盟的机会 彻底了结 赛利斯国王 打算一个个砍了他们 首先就是自己那个不听话的女儿 强哥看到后不停挣扎 黑胡子意识到 时机已到 告诉强哥 他心里的枷锁已经打开 众神对他的最后一个试炼 已然完成 强哥听到后 正式决心 大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赫拉克勒斯 只见他挣脱锁链 上前救下公主 然后和三只恶狼搏斗 两个国王看到后 下了一身冷汗 急忙关闭铁门 觉醒的强哥 如砍瓜切菜一般 把三只狼秒杀 然后带领众人一路冲杀 这时候只见一只火箭射来 黑胡子看到后 意识到 原来这里才是自己的终点 做好姿势 准备迎接命运的安排 在最后一刻 强哥一把抓住火箭 救下了他 冲出牢房后 强哥先是找到了雅典国王算账 国王看他来势汹汹 当面求饶 强哥二话不说 一刀同死 正在此时 塞里斯将军挥舞长鞭 从背后偷袭 正要上前补刀的时候 诗人突然出现 也从背后偷袭 一刀把他捅死 之后 一行人冲出宫顶 不料被国王带领的士兵包围 还拿宫主的儿子做人质 危机时刻 飞刀男及时赶来救下孩子 原来他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兄弟们 接下来双方一顿乱斗 哑巴在交战中重伤而亡 士兵们步步推进 强哥等人 推到宫殿前的巨型火炬 暂时挡住了他们 只见烈火熊熊燃烧 这场景如同地狱一般 国王剑撞 使用强哥传授的盾牌推进法 一点点逼近 强哥使出浑身力气 把赫拉的巨型雕像推倒 一下子冲散了阵型 国王当场被砸死 士兵们看到后 纷纷放下武器 相信强哥 就是传说中的宙斯之子 赫拉克勒斯 这部电影 是根据希腊神话改编的作品 去除了神话中的奇幻色彩 把赫拉克勒斯 描绘成了一个战利包表的凡人 因为他不可思议的英雄事迹 才被大家口口强传 最后把他神话 这是一种对神话故事的再结构 在原始的神话中 赫拉克勒斯 因遭到赫拉的诅咒 经常突然发疯 有一次竟然失手 杀死了自己的妻儿 为了赎罪 必须完成十二试炼 也就是十二项不可能的任务 他死后进入神殿 被封为大力神 最后赫拉和他和解 并把自己的女儿 青春之神赫伯 嫁给了他 好 这期的观说电影就说到这里 下期开启金刚和哥斯拉的怪兽系列 如果喜欢观人解说 请点个赞 顺便关注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爱的动力 非常感谢 咱们下期再见